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星期六 即是8月19日 多份报纸也有报导到 玩具叔叔戴童案这宗案件 这宗案件的加害者 是已经有前科戴童的犯人 其实这件案件中 同一天也有三宗未成年人士 被性侵犯的案件 在至少两份报章中有报导到 有两宗是涉及到教师 侵犯他们的学生 另一宗甚至乎是父亲 性侵犯自己的女儿 其实同一天中 也有很多报纸 也有报导到 关于戀童案近年的上升趋势 如果大家看到 镜头一开始的时候 都说了戀童案在这两年 上升了近七成 而根据懲教署的资料 170名在囚的性罪犯 有近四成是 儿童性侵犯案中的加害者 而我们也看回数字 就是2003年的时候 只有36名的儿童被性侵犯 而去到上一年 也就是2005年 其实数字已经上升到61日 情况是实在令人担心的 但我们也要明白一样 这些数字都是冰山一角 如果根据心理学 社会学或犯罪学的说法 我们可以将这些数字 成三四倍甚至乎是十倍 才是社会的真相 根据各方面的数字 显示 现在的情况都令人担心 所以最近也有不少人士 这些数字是提议 设计英国、美国、加拿大 设置性罪犯的资料库 应该无以外地 这些都是由保安局的负责 由警队、程教处提供资料 但设置性罪犯资料库的时候 实在有很多事情都需要考虑 第一,究竟是否全部性罪犯 还是只是侵犯而同的性罪犯 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分别 另外一件事就是 例如美国的司法部 美国全国司法部的网页中 公开的性罪犯资料 基本上任何人都可以浏览 这个网页 任何人都可以知道 谁是性罪犯 性罪犯的样子 他的名字 他曾经发过案件 他联名等等 他是什么种族的人 其实公开程度 需不需要像美国那样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 究竟什么团体 或者什么机构 什么部门 他们都有这个权利 是可以权力 有这个渠道 去获取那些资料 行校请人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应该很自然 如果真的有性罪犯 招伏他们 就应该有这个权 是可以去获取 申请教师职位的人的资料 他没有近时有戀同案的前科 但是如果一个家长 去请補习老师 他其实同样 都应该有这个权利 是会知道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 会不会是人 都可以有这个权利 去知道 究竟是 谁曾经去瀏覽 获取这些资料呢 因为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长 都可能会想想 或请习老师 帮他们的小孩 其实如果是这样 每一个都已经 有这个权利 第三就是 如果不想那么多日 任何人都可以申请到 拿到这些资料 可能会令到 申请过程 会不会令到 複杂化了呢 免得失事 到时会不会 这个资料会由 形同虚切呢 另外一件事 亦都有精神科教授 亦都有精神科教授 提出一个观点 亦都十分之 有这个可能性 就是会不会令到 儿童性侵犯者 迫苦跳墙 令到他们有个想法 不如我弄多几个小朋友 跟着再 你一判就没用 那就算了 有另外一个情况 在设计这个 性罪犯资料库的时候 亦都需要考虑的 就是 设置了这个 性罪犯资料库 当性罪犯 或者软同犯 他们的资料 对外公开了的时候 会不会令到 软同犯 或者性罪犯 他们改过自身的 机会减低了呢 在一个从人道立场 其实实在 十分之值得考虑的 设置了这个 性罪犯资料库 会不会减低 云同犯的发生呢 帮助是一定有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要 减少云同犯的发生 我们实在是需要 一个全方位的 预防工作去进行 首先 我们要明白到 儿童性侵犯案 里面涉及到三方面 而不是好像 平时的案件 只有受害人和加害者 那么简单 第一 就是加害者 就是性罪犯 儿童性侵犯犯 第二就是儿童 第三就是家长 我们需要从这三方面 下手 才可以全方位 去减少 云同犯的发生 例如第一 在云同犯的方面 如果是真的被捕的 云同犯 治疗方面 是一定要有的 接着治疗方面 是强化他们的 治制能力 和抑制他们 对儿童性冲动 至于是否需要强制性呢 其实这个反而是对 云同犯 我们的犯人 本身是更加有帮助 而是帮助他们 改过自身 以来社会 而不是强迫他们 去进行一些 他们不想做的事情 第二就是 在对儿童方面 我们也需要 进行性教育 也要教育儿童 身体上有什么部位 是不可以被捕 这个是听起来 好像很简单 但是其实很多家庭 有没有做到 都是未知之数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很多时候 家长都会教育儿童 有什么部分是不可以被捕 但是一件事忽略了 就是 儿童也不可以捕 别人的某些部分 很多时候 在性教育里面 在预防性骚扰 性侵犯的 儿童性教育里面 这一环是忽略了 第三就是 亲子之间 究竟有没有效 可以沟通一些敏感的话题 例如家里面 会不会性是一个禁忌 或者父母 每次一说到性的时候 就会 吱吱吱地 去讲其他话题 令到孩子 就算没有被人性侵犯过 他们也可能会有些性的疑问 想问 但他们又没有一个正确的渠道 去获取到答案 第三就是 受害者 或者是儿童的家长 这方面 也都需要真的去进行 做一些事情 是可以减低 儿童被性侵犯的 最主要的就是 要投资时间下去 第一个就是 了解孩子的日常活动 接触的人士 他的朋友 例如上星期 玩具叔叔的案件 事件中的儿童是五岁 可以在公园玩到晚上 他回家 没有人来 法官都觉得这件事情不可思议 反映出 究竟家长有没有 真的投入时间 去看着自己的儿童 另外一个就是 如果家长是经常陪同儿童 去出席不同的活动 场合 或者是补习班 课外活动的时候 亦都令到有可能的家害者 例如在附近 尋找他们联密的家害者 他们留意到 原来他们是没有机可乘的 因为儿童的家长 经常都在附近 而这个是会大大减低 儿童被性侵犯的可能性 所以这个也是要家长 需要真的投入时间 和精神去处理 去预防的一件事 但是现在我们看回 香港的社会情况 很多时候都是由容忍 由工人引用 或者太容飞用 他们去带小孩 去参加一些补习班 和服务活动的时候 其实也会被有可能的家害者 他们发现原来 是有很多离物 是有机可乘 再加上现在 网上色情资讯氾濫 或者街上越来越多的色情资讯 这个底线越来越低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是性侵犯的弱隐 其实是越来越多 但是同一时间 我们的预防也都越来越少 或者我们可以投入的时间也都越来越少 究竟我们在预防戴童案 发生的事情上 我们是否真的可以做到事 这方面实在是很需要 我们去反省 究竟家长在照教导 这个儿童预防性侵犯上 究竟他们是否真的 愿意付出这个代价